很猥褻是不是 吸鐵這讓你們知道什麼叫吸鐵 剛剛是5吸盤的 這是8吸盤的更會吸 那吸力無比 那我們一樣 裝在這裡 這叫做叫鬼拿藥單 這個吸力很弱 我們要用這個來吸 這個吸力十足 那我們要吸之前呢 呃 晨晨接一下 吸之前呢YR先別上 YR這時候就已經被干擾到了 要把這個YR先取開來 不要讓它吸走 因為這都是鐵做的 好 YR要取出來 那現在YR又被吃掉了 YR YR都有 好 這邊YR又被吃進去 好 YR被吃進去 好 這樣吸住之後呢 我們的公斤數 到底有多重 靠北 沒有吃力點要抓這邊 我們上去用那個鈎子去量 6公斤 要6公斤的力氣要把它扯下來 那這個重量大概是4公斤 我們固定上去 這個更厲害 就是說 因為它的這個附著力 跟我們剛剛的不一樣 因為剛剛的是延伸型的 延伸型有個缺點 就是它的那個地震的時候 槓桿的擺動會比較大 所以會比較有風險 那這個是屬於短的 軸距比較小 它的這個左甩右甩的那個力矩 小 它的 就比較不會發生那個叫做 太大的那個叫激勵的外甩動 因為軸小 它的甩動的力量就不會很猛 好 鎖緊 鎖緊之後一樣能夠轉彎 再來角度的部分 角度的部分看一下 角度 可以下去 可以上去 那這個時候有個打法 就是我們不要這個樓光照 我們的打法就是 直接往天花板打白 反射下來 打跳燈 這也是一種打法 好 那我們這個鎖緊 鎖緊 好 扯下來 好 扯下來 大概是這樣子 YR 咬住 可以用十字的方法 把YR給它固定 用十字的方法 好 大地震 大地震 好 以上 安全性就是這樣子 讓你 無後顧自憂 八蛋你也不用怕 好 取下來 安裝 轉向 一步到位 買單要記得 兩年保固 背基資源金屬製作 還要有遠端遙控 千萬不要買塑膠的 拜託破了一大堆 謝謝